就在今天晚上 联雅要開記者會 是不是如外界預期 將解盲相關的消息呢 鎖定我們中天新聞 不過這一回 馬上帶你來內幕的解析 好 其實在高端疫苗 在10號二期解盲成功之後 不少人都很關心 联雅疫苗的情形 联雅就是在預計 今天晚間即將召開記者會 到底要講什麼 業界都有猜測推估 可能是母公司 联雅生計的新冠疫苗 二期臨床數據的解盲 倘若同樣解盲成功的話 估計也能夠獲得 衛福部的緊急的許可 到時候預計 馬上最快7月 就可能會開打了 好 联雅要其實國內 第二家研發生產 新冠疫苗大廠 而且呢 這個有三大議題 也成為了市場的聚焦的焦點 市場專家預期 這一回記者會的三大議題 包括未來的三期 到底該怎麼做 還有最近不是宣傳 很多的巴拉圭疫苗的採購案件 以及联雅生計股權的結構 是不是太複雜了呢 背後到底有誰呢 台灣能不能夠擁有新冠制裁權等等 都是高度關注的熱點議題 又通過二期臨床數據 其實需要核可安全性跟耐受性 也就是免疫還有生成性 這兩種的結果 尤其大家注意了 這個所謂的免疫的生成性 換句話說我們講白話一點 就是抗體在我們人體裡面的濃度 外界都很關心啊 保護力到底足不足啊 會打了半天 結果根本沒有保護力呢 在這一次解盲會不會有數據呢 大家也都高度關注 接下來我們來視訊連線的是 我們臺北市議員張思綱 張議員 張議員武安 主播武安 是 好現在疫苗到底什麼時候會到位啊 大家都在等啊 你看這個以色列全世界最厲害的 打了兩劑 超過六成人都打兩劑喔 結果還是被這個Delta病毒給攻陷了 那我們臺灣現在呢 好要達到全體免疫效果 缺了兩千八百九十八萬劑的疫苗耶 缺很大 對缺的非常大 那我們再更退一步來說 讓民眾先接種第一劑好了 至少第一劑嘛 還缺了一千九百五十八萬劑的疫苗 這麼多耶 好我們可以看到就在今天 馬上這個母公司聯亞生劑新冠疫苗 可能就解盲在即了 聯亞藥他的股價一直飆一直飆一直飆 金管會放話說要查 但是禮拜五跳功開高之後 一度原本是佔上三百元大觀 漲幅都超過了十趴 難道就是不怕查嗎 議員你怎麼看 當然不怕查 這個金管會 雖然禮拜五的記得在傍晚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的一段話說 目前為止查污不實 我想目前為止查污不實 基本上就為這樣子的一個疑似的 這個股票的大飆漲 就寫下一個註角 所以其實這個什麼股票飆漲這一塊 其實不必大家不必再去追究 是不會有任何的結果的 好 再來 大家其實要問一句話 現在Delta病毒這麼樣的一個厲害 而且人已經入氣到台灣來 而且他在國外的傳播力是很迅速的 得病的這種嚴重程度 又比較之前的這個病毒更厲害 那我們現在大家問呢 我們現在的聯亞疫苗 我們的高端疫苗能不能夠擋住Delta的病毒 如果擋不住的話 我就拜託大家 拜託這兩家公司 把我們的疫苗變得更厲害 更能抵擋未來病毒變異的情況 我們現在看到國外呢 對於這個疫苗的這種施打呢 都要出現更延長版 加強版或第三劑的強化版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個聯亞跟高端 還在處於當初那種 當初的病毒出的這種對付的部分 那顯然對於現在抗疫的部分呢 是有已經出現不足的情況 所以為了這個我們的疫苗呢 可長可久 而且未來疫苗有可能變成一個類似流感疫苗化 就是說一年的可能就要打一兩劑 那為了這些疫苗能夠可長可久 為了能夠適應台灣的一些疫情的變化 我真的誠心建議啦 我們的聯亞疫苗高端疫苗 是不是把它做一些更周延的研發 能夠面對Delta病毒 能夠更符合國人的體質 我覺得這比炒股票來的重要 那更換的聯亞疫苗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笑 你在上櫃之前不是巴拉圭 說是要找聯亞來代工 我們的外交部呢 還去幫忙去發相關的新聞稿 其實我要問問看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到底是不是外交部在幫聯亞 在做一些大外宣來進行炒股票 因為股票上市之後上櫃之後 居然當年下 我就說沒有要這個巴拉圭 要找聯亞採購的事情 所以一連串的一種消息面跟股票的這種 互相的這種漲跌 來做相互的結合 其實讓人家不聯想炒股也很難 不過就是它二期解 我相信絕對是成功 未來一定也會通過緊急授權 但是在通過的時候 同時我們也要問問看 這樣子兩支疫苗 能不能對抗 未來這種更兇狠的病毒 是否符合國人的體質 然後把這事情做好做滿之後 再來上市 那我們的政府面對疫苗的缺額 剛才有主播講的很好 我們接近兩千萬的缺額 這個時候能不能進行緊急採購 來做莫德納疫苗的更多的採購 我覺得這是大家要想的事情 而不是遇到每件事情 就推三組四 我們疫苗多了 很多人採購了 我們很麻煩 這種感覺不痛不癢 沒有站在人民同理心的講法 我坦白講 就是大家對政府最寒心的地方 的確讓人很寒心 什麼叫做疫苗不夠好 太多會很麻煩 真的 大家真的很想要疫苗 就是很不夠好嗎 大家都在等 都是每一條都是最寶貴的 臺灣的命 而且這一回呢 指揮中心之前 不是宣布開放疫苗殘疾 要來施打嗎 一團亂啊 告訴你 這很多人就質疑了 很多這種特權啊 是不是會開始在各地 開始在硬插 對因為這個缺乏 很完整的配套措施 根本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SOP 只是一個政策拋出來 後續完全沒有一個細部的想法 各地方縣府政府的做法 完全不統調 亂糟糟 形成一國好幾制 好議員你怎麼看 現在目前這樣的亂想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一個中央 胡亂指揮 那個地方基層的就瞎忙 6月2號 我記得我們的 所謂的資訊大臣 唐鳳就說要去做一個所謂的 預約施打疫苗的APP 如果大家還記得這件事情的話 後來有記者問說 這個APP還沒有出來 還是跟地方系統的沒辦法銜接 我請問大家 台灣是一個多大多大的地方 疫苗的預約系統APP 還要地方一套中央一套 為什麼不能全國就一套就好 你說在台北市的預約施打殘劑 跟新北市不一樣 那請問你大家是不是就無所適從 當禮拜五這政策剛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個早上接到很多的電話 很多召集的民眾 甚至很多媽媽就問說 哪裡可以去預約殘劑 我們趕快幫忙去問了醫院診所等等 然後到去那醫院 醫院或診所來去做一些預約 但是大家都誤以為殘劑很多 因為中央這樣宣布 那大家覺得殘劑每天都打得到 事實上殘劑每天 診所或醫院 大概只有四五劑這樣的一個數量 你要去預約排隊當然打不到 所以大家都很希望醫院或診所 或者其他人能夠幫忙 能夠排到這個系統裡面 甚至有的人就要出國念書 急著打疫苗 所以我覺得我們疫苗政策 就是全部都急救張 然後很令人覺得不解的是 很多都去年一年半 國外都已經達過的答卷 國外都已經有過的經驗 為什麼我們連照抄都懶得抄 為什麼我們連照抄都抄不好 我覺得這是令大家覺得 這一年半你說抄前部署 這幾件事情讓人家覺得 非常的匪夷所思 連抄前部署 連照抄都抄不好 所以我覺得殘忌的事情 沒有錯是一件好事 像南韓 美國 這些國家都有類似的APP 或類似的殘忌地圖 讓大家知道需要的人就要去哪裡打 但是我們在所有的配套都還沒有做的情況下 就冒然宣佈這樣的政策 讓地方政府讓基層的醫療院所 接電話都接的來不及 有這麼多事情要辦的 還要為這些事情去接電話 我覺得陳時中部長要跟這些醫療診所說一聲抱歉 我們做的不夠好 我們疏忽了 我們沒有把事情準備好 就推行這樣的政策 讓大家急的忙的團團轉 我覺得這個殘忌是一個 陳時中部長真的要跟醫療院所說一聲抱歉 我們做錯了 我們做的不夠好 非常感謝張議員提供寶貴的意見 他認為陳時中欠這些醫療診所道歉 是不是也欠全民一個道歉呢 感謝張議員 謝謝 拜拜